实体手机卡 如何能够转换为eSIM 转换成eSIM之后 如果换了手机怎么办 可以从eSIM再转换为实体的卡片 大家好 欢迎回到我的频道 今天来向大家演示一下 Ultra Mobile的手机实体手机卡 如何能够转换为eSIM 转移的过程中有哪些注意事项 转换成eSIM之后 如果换了手机怎么办 还能不能用实体的SIM卡了 说起现在在国内 可以长期使用的美国手机卡 我想Ultra Mobile旗下的备购卡 应该算是市场占有率最高的了 首先是因为这张卡的资费 非常的便宜 每个月的月租只需要3美元 而且还送100条短信和100分钟的通话 其次的话 这张卡在国内的销售渠道 已经非常非常的成熟了 在淘宝上 大家可以找到很多的代理销售商 我这边的话也是有销售的 很多小伙伴来购买这张卡 主要就是为了去开美国的银行账户 或者说去注册一些网络服务 比如说XLGPT PayPal Twitter 因为这张卡的运营商是Timmobile 所以说在使用上不会有任何的打折 我自己也做过一系列的 Ultra手机卡的教程 包括激活充值 设置WiFi通话等等内容 感兴趣的小伙伴可以直接点击 视频右上角的链接观看 这张实体卡虽然好 但是在国内使用实体卡有一个问题 就是实体SIM卡会随着时间而有损耗的 比如说这个卡可能在三年或者五年之后 就会因为芯片老化而导致不能使用了 如果说会频繁的插拔这张卡的话 它的寿命肯定会更低 如果说这张卡的芯片没有用的话 我们就没有办法正常的去使用了 这个时候就只能说从美国订购一张新卡 然后寄到国内 需要注意的是我们直接去购买一张配购卡 是没有办法直接把号码转移过去的 必须要从官网订购一张替代卡 从美国转运回国才可以 但是现在这种情况已经发生了变化 因为配购卡现在可以支持转称eSIM了 主要等于苹果iPhone14的发布 iPhone14美国版本已经取消了实体的SIM卡槽 只支持eSIM 所以这一年来我们可以看到 基本上所有的美国各大电信运营商 纷纷推出了eSIM的套餐 现在美国手机卡基本上是处于实体的SIM卡 和eSIM共存的一个状态 一方面因为很多小伙伴使用的手机型号 还比较老 可能还不支持eSIM 实体卡在将来很长一段时间内依然是有存在的 另外一方面也是因为销售渠道的问题 作为一个电信运营商 旗下一定有很多很多的代理商 这些代理商的话 他们是靠销售实体的SIM卡 来从运营商那里获取利润的 如果说全部都换成eSIM的话 虽然说电信公司它的掌控力更强了 但是下面它经多年的支持它的一个渠道 肯定是会不干的 所以说电信公司也会做出一个妥协 并不会只推出eSIM的套餐 而是会采用一个折中的方法 我会发行一个实体的SIM卡 如果说想要eSIM的消费者 可以在实体卡激活之后 把实体卡转称eSIM 这样的话就能做到多方利益兼顾 但是同时的话 如果说自己不想用eSIM的 那么也可以从eSIM再转换为实体的卡片 那么今天的视频就向大家去演示一下 Ultra的实体手机卡如何去转换为eSIM eSIM又如何再转回实体手机卡 希望能够对大家有所帮助 那我们开始吧 首先我们需要去下载Ultra Mobile的手机APP 下载完成之后我们打开APP 然后点击下面的账户 在账户这里我们可以看到 有一个我的SIM卡的选项 我们可以点击切换设备 到这个地方我们可以看到有两个选项 第一个选项就是转移到eSIM 第二个选项就是从eSIM转移到实体卡 操作的方法很简单 首先我们点击转移到eSIM 我们去选择这是我的新设备 然后这边可以看到系统生成一个订购 eSIM的订单 费用是免费的 点击立刻订购 这里是提示我们在添加eSIM的时候 我们必须要保证手机是连上WiFi的状态 如果说没有连接WiFi是添加不成功的 我们点击我有WiFi 然后点击现在订购 这个时候的话系统会给我们的手机 去发送一个验证码 在这里输入验证码 然后点击现在订购 接下来我们账户绑定的邮箱 就会收到eSIM的信息 其中会包含一个二维码 我们用手机扫描这个二维码 就可以把eSIM添加到我们的手机里了 eSIM具体添加的方法 大家可以看我之前做的这个视频教程 操作完成之后 我们的实体卡就作废掉了 这个号码就会变成eSIM 那有的小伙伴会说 如果我要换手机了 这个eSIM能不能迁移过去呢 答案是肯定的 我们只需要在新手机下面去下载 Ultra Mobile的手机APP 用自己的账户登录成功之后 还是到这里重新订购一张eSIM就可以了 每12个月可以免费订购两张 超过之后每张eSIM是3美元 如果我们用了一段时间的eSIM 不想用了 或者说我换手机了 不支持eSIM 这样的话我们可以转成实体卡 我们还是登录手机APP 点击下面的继续使用实体卡 接下来的话 在这边填一下自己的美国邮寄地址 去订购一张新的实体的SIM卡 订购新的SIM卡费用是9.9美元 当我们收到新的SIM卡之后 我们点击下面的激活替换的SIM卡 在这边输下条码下面的ICCID 就可以把这个号码转移成实体的SIM卡 整体的操作非常简单 我觉得比较好的一点就是 Ultra Mobile它不仅可以把实体卡转换为eSIM 同样的也可以把eSIM转换成实体卡 这样就会给我们更多的选择 所以如果说现在想要eSIM的小伙伴 可以去直接订购一张实体的Ultra Mobile的SIM卡 无论是配购卡还是成卡 是都可以在激活成功之后 按照我今天的教程 把这个手机卡转换成eSIM的 如果说大家想要购买实体手机卡的话 可以直接点击视频下面的链接 跳转到我的商店去购买 如果说大家有其他疑问的话 欢迎在视频下面留言 我看到会第一时间回复大家 觉得本期视频还不错的话 欢迎点赞分享 也欢迎订阅我的频道 点开小铃铛 这样就能第一时间收到我视频内容的更新了 那我们下期再见